很多時候相機升級的Frameware會執政到之前有些Bug的問題 就是少少的改良、改善等等 但今次Leica出了這個新的Frameware 是可以令到你有一個新的功能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 的Frankie 今次跟大家講講Leica出了一個新的Frameware 就是給M10P、M10R和M10 Mono 如果是M10就沒有這個功能 多了什麼呢? 很多時候我們尤其是拍建築物的時候 就是會用到一些感覺鏡子 當你跳高的時候 跳高的時候就會有一個情況 就是上面的位置會收窄了 下面會大一點 如果想說修正它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就會需要在之後的後期去製作 無論你是Lightroom、Photoshop 都是 將它開正 但是我的情況就是當我開正的時候 發覺其實當時的取景是拿錯了位的 或者是一些位置是拿不對的 變成剪了角又要取死有些東西 那現在可以直接用Live View 去將這件事更正的時候 就不會說拍了回去 發覺原來是不行的 不要緊要拍了的時候 就是這樣就已經是這樣 收正了 那這件事是真的不錯的 大家很有興趣到底設定方面 應該是怎樣去選擇 怎樣去設定的話 那現在我就教大家 怎樣基本的工作 怎樣去預備這件事了 好了現在教一教大家 在設定方面要注意的地方 首先就是鏡頭選擇這裡 不要選擇關 要選擇自動 如果有6bit 那你M鏡就選擇M R鏡就選R 再對應你的鏡頭是什麼 好像現在我們知道是21.8 那我選擇這個 OK 那還有呢 接著要設定的就是Live View 方面 這個實時顯示輔助這裡 選擇下面 最底這裡 透視校正 那這裡是要選開的 那之前我已經設定開了 那就設定了 那這裡記得選擇開 那接著就按Live View 它就已經有一個格線在這裡 那譬如說我現在對回這裡 它就會對應又調整 那就是說這個功能已經在使用了 那概念大家都明白 它是怎樣設定了 那在實質的運作方面 到底是要怎樣用呢 怎樣注意的地方呢 拍出來的效果又是怎樣呢 那這個環節 我們交給我們的攝影師 Lawrence 帶我們去看看了 我們有一個人的呼吸 那這些東西 我們會在影片裡 我們會找到 有一種東西 平時在星期間 コメント 我們會想到 我們會想要 大家剛才看過我們的照片 都是用新的Filmware去拍攝的 現在科技進步 Filmware都可以做到大部分二軸鏡頭的功能 大家都知道了 Leica鏡頭差不多是零變形 加上這個Filmware的幫助 拍攝的時候更加得心應受 真的不妨載入Filmware 去試一試現在科技帶給你們的方便 分享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收看 拜拜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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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